愿景工程不忘媒体初衷 投入报系所有资源 探索重大公共议题 让媒体不只是报导者 更是行动者 带其改变的古典效应 高龄化 少子化时代来临 台湾人口结构正俱历变动 长者陷入长照悲歌 青年对未来感到彷徨 我们如何做到世代共好 这是愿景关注的重要一题 台湾一直在变老 然后台湾也一直在变穷 那台湾的小孩也越来越少 未来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子 理想的老年生活到底应该要怎么打造 所以我们展开了活跃老化系列 从1.0到5.0 持续挖掘更深更新的报导观点 我们认为长命百岁是一个祝福 可是其实如果你去问你愿不愿意变成人锐 其实还蛮多人都会说 我不想活那么久 家庭的结构也在改变 甚至于独居老老照顾的越来越多 长照在以前我们就会把它想成 或是家里面的事情 所以没有把它变成是一个公共的议题 3.0我们做的就是轻盈共创 我们那时候2016年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蛮多人说 蛤 那什么 这四个字怎么写都不是很清楚 愿景也推出长照计算机 用于估算照顾长者需要的成本 包含物质 人力 以及经常被忽略的精神上的付出 负担长照的人到最后其实就是会满身伤 或身心疲累 那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于亲人的不良体 那还有自己他永远背负着 被照顾者老人家的亏欠感 而且你每天要看到他不断地衰老 然后恶化 然后结局是死亡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报导可以提醒大家 能够一起做照顾者的支柱 给他们后盾 外福部成立长照司是最重要的正向改变 长照司结合设政 卫政 能够一条龙地规划长照政策 也有助于管理长照品质 在那之前其实我们的长照的主管单位 它分在不同的地方 长照司是在那之后他们开始成立 我们也延伸关心高龄者需要的居住环境 台湾人老嘛 那其实很多房子也老了 变成垂直移动就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出去跟人家互动 他生病的时候有就医的需求的时候 他变得非常的困难 在都市里的二楼如果没有办法下楼的话 他就等于是人在偏向 退休议题与老年化息息相关 我们做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 盘点出退休生活所需要的准备 退休这个题目看起来是有点变奏 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吧 年轻人越来越少 那可能劳动力上面也会出现缺口 所以我们2020年的一个比较大的工程 就是完成了一个退休准备指标 去做了一个退休力的大调查 这个指标如果不是愿景工程 不是联合报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做起来的 就是先透过一些调查 然后也找人去做很深度的访谈 然后再请老师帮忙 把那个指标去提掉出来 健康财富跟心灵 没有钱跟没有健康 心灵也可能不会富足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很希望在这方面 能够做到一些平衡 可能你的生命有不同的阶段 会碰到不同的挑战 可以去及早去想想看 做一些影印 然后就必须是一个社会的行动 靠一个人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必须靠大家一起 那今天你帮助他 哪一天也许别人就会帮助你 我们总是希望说 这个社会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高龄少子化的社会中 如何兼顾老人与小孩的需要 是很值得关注的议题 屏东的续海小学堂 可作为一个范本 我是潘雨芳 我现在在小学堂 就照顾老人家跟小朋友 因为我们小时候过得不好 我是希望说不要让 以后孩子他们也是这样 因为自己的乡人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 在台湾 类似于屏东续海小学堂的团体并不少 例如台东 孩子的书屋 我们除了深入报导之外 也实际参与其中 我们其实是上山下海 到了许多偏向学校 它其实城乡的差距 不是在于物质的匮乏 而是在于思想思维的落差 愿景工程与理念相近的 Teach for Taiwan 为台湾而交 展开长期的合作 几乎从TFT Teach for Taiwan刚创立的时候 愿景就一直非常关心我们 到现在都是一个好伙伴 从报导 然后一直到一些相关的影音素材 然后到最后有一个论坛 甚至到追踪 这样的一个深度合作 台湾史上第一个 偏向教育的相关条例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正式的 在国家法的层次 去重视这个议题的 很重要的突破 也感受到愿景 那一个积极求问 或者是开放 一直想要做更多 那样的一个动力 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 愿景在做题目 你持续都做好几年 搞不好部长都换了好几轮 我觉得 我们给自己压力比较大吧 对 愿景给自己压力也很大 不只是持续报道 愿景举办多次论坛 探讨偏乡教育问题 与公众一起思考因应之道 我们对于偏乡教育的投入 也触及到更多迷向 对于偏乡 弱势辛苦的孩子来说 学校老师就格外的重要 这个需求是系统性的 所以偏乡从一个我们觉得需要帮忙的 需要支持的一个地方变成反而我们最近 这几年把它看成是一个创新的基地 我们就有动力去做出一些跳脱框架 原本的边陲可以变成是一个创新 台湾的老语哨其实都面临许多问题 世代成为理解台湾关键词之一 2018年推出世代共好三部曲 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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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世代的理解包容 职场传承共荣 让台湾成为各世代安市的共荣之地 有很多的这个老人设施呢 他跟这个医幼院挂在一起 跟年轻人的这个生活呢 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个就变成一种共生的一种概念 我们应该把这个青年遗嘱 像你们年轻人视为导师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年轻人比较对 年轻人本来就是 他以时代来看的话 他本来就是比上一代人 更有这个管道跟机会 去创造自己的机会 是不是这个时代 走到这样子可能性的时候 是我要去接受这个时代 不是这个时代要来顺应 我过去的生活经验 面对更年轻的世代跟族群 我们需要完全地去把我们 就算是成功的经验都打掉重练 他们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世界观跟思维 那我们怎么样不断地自我革新 就是我们过去的成功 不成为未来的绊脚石 我们希望台湾社会不分年龄 性别与族群 大家都享有公平成长的环境 愿景工程这个命名 是一件很有远见的事情 愿景就像是一个北极星 一个指南针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先去相信 我记得在我们与二的距离里面 有一句我很有感觉的话 它说看得见的事情就不用相信 看不见的事情才需要我们去相信 在十年前还没有办法看见的时候 就先相信 也让我们今天觉得 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些社会愿景 是越来越具体地走在实践的路上 远景工程会持续为世代共好而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